十万级最火家叫这种保值率 你买错了吗 第一款 东风日产轩逸 东风日产轩逸 它作为一款家用车型 在市场当中卖的确实是非常火爆的一款车 在2021年全年这台车总共拿下了 512128台的销售量 这款车在市场当中 同时它的一个保值率也是比较偏高的 平均保值率达到了66.48% 现款的轩逸总共分为三个 一个是经典版本的轩逸 有着较好的性价比 只不过外观颜值比较偏老气 9.98万到11.86万 14代轩逸在目前市场当中 也是深受很多朋友喜欢 同时官方指导价11.9万到14.49万 要比经典版本轩逸要贵一些 在2021年年底 广州车展上又全新发布了油混版本的车型 在广州地区还是可以能够上节能牌的 目前来说 这三款车型在油混方面大不相同 混动版本车型基本上是没啥优惠的 经典版本的轩逸 优惠大概是在8000到1.4万 14代的轩逸在优惠方面就略微偏弱 目前大概是在5000到8000的 相对来说 14代的轩逸在燃油经济性方面会更好一些 官方给的油耗是4.9升 第二款上期大众朗逸 其实大众朗逸它是属于我们中国市场专供的一款车型 它在上市之后又深受很多朋友喜欢 也有着非常不错的市场保有量保值率 在2021年全年 大众朗逸总共拿下428621台的销量 这款车它的平均保值率达到了67.79% 目前官方指导价是2.49万到15.89万 除此之外 朗逸这款车有着较好的销售成绩 跟它的优惠力度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目前这款车优惠是2万到3万 实际上还是属于较为不错 在市场当中 它的1.5升手动挡的车型 还是有很多朋友选择的 落地的话大概是在10.3万左右 当然自动挡的车型 也是深受很多朋友喜欢 入门的自动挡风尚版本车型 落地在11.8万左右 朗逸这款车具备两款动力总成 分别是1.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 5档手动变速箱 6AT变速箱 这个动力总成在重用的车型当中 都是有体现 另外一款动力就是 1A211系列的1.4T涡轮增压发动机 7档干式双离合变速箱 150匹马力的 朗逸的燃油经济性 还是属于较为不错的 百公里综合油耗在5.5升 同时它的后备箱还比较偏大 510升 装载能力方面都还比较不错 第三款 一汽丰田卡罗拉 一汽丰田卡罗拉 可以说是丰田家族非常走量的车型了 2021年全年全球 卡罗拉的累计箱 已经突破了5000万辆 在我们中国地区 上年总共拿下了 324763台销入量 因此也保证了这款车 它在市场当中有着非常出彩的保油率 以及保值率 它的保值率在69.82 目前的丰田卡罗拉同样也是具备三个版美车型的 一个是1.5升直列三缸的车型 一个是燃油版美的1.2T的车型 除此之外就是混动版美车型了 燃油版美车型官方制导价10.98万到14.58万 在售有9款车型 包含三缸机以及1.2T的车型 混动版美车型13.58万到15.98万 这款车它是有优惠的 而且优惠的幅度也比较偏大 9000到2万 相对来说 混动版美车型又会较好一些 当然有很多朋友去选择1.5升三缸的 在市场当中 它的1.2T先锋plus版美车型是较为走量的 落地大概是在13万左右 第四款 一汽大众保来 大众保来这台车在市场当中的保有率 以及保值率确实也都是比较偏高的 相对来说 它卖的也是比较好 在2021年 全年大众保来这台车是拿下248862台的销量 相比较于朗姨确实也小了很多 但是这台车在市场当中的保值率很高 它的平均保值率达到了70.94% 目前在售的大众保来总共有11款车型 全新2021款 官方指导价是1.2万到15.7万 售价区间 在市场当中 它同样也是有手动挡的车型的 它的1.5升舒适的自动挡的车型 在市场当中备受很多朋友喜欢 这个版本车型落地的话 大概是在11.3万左右 在2021年的时候 大众保来还新增了1.2T的车型 本身这台车就拥有两款动力 新增1.2T就有了三款动力 1.5升的车型 1.2T的车型 以及1.4T的车型 无论质压发动机的车型 匹配的分别都是 7档干式双离合变速箱 1.5升的车型 在人用经济性方面还可以 百公里综合油耗5.7升 1.2T的车型 综合油耗在5.3升 第四款 一期大众速腾 大众速腾这台车 同样它也是一款紧速型的家用轿车 在市场当中卖的也是比较不错 在2021年全年这台车是拿下234222T的车入量 这款车它的平均保值率达到了68.09% 目前在售有5款车型 官方制造价13.59万到16.59万售价去接 这款车优惠方面的话 还是比较让人喜欢的 优惠大概是在1.4万到2.1万去接 它具备两款动力总成 1.2T涡轮增压发动机 以及1.4T涡轮增压发动机 匹配的都是7档干式双离合变速箱 不过1.2T的车型 还有着5档手动的车型 百公里综合油耗5.5升 5.3升 以及5.6升 这款车呢 其实它的定位 更多偏向于是一款A加级别车型 因为车身厂动达到4753毫米 轴距2731毫米 在车身尺寸方面 它要比桑塔纳 宝莱以及朗伊 这类的车型要更大一些 除此之外 它还是一款四轮独立悬挂 麦弗逊式独立悬架 以及多连改式独立悬架 而且标配了 疲劳驾车提示 后驻车雷达 倒车引向 定速巡航 自动驻车 上波辅助等配置 以上这5款车型 是属于在2021年 卖的最好的几款 家用合资轿车了 不得不说 他们在市场当中 保有量以及保质率 都还这首约非常不错的 尽管如此 但是它并不是符合 我们每位朋友的 一个用车需求 我们在选车的时候 不一定非要看销售量 才去选车 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喜好 以及实际用车情况 再去选择 我们确实有很多朋友 只看销售量去买车 最后买回来之后 可能会后悔 所以说 看销售成绩买车 虽然说并不错 但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看销售量去买车 最后买 יכול 找一份 碧 到